主人就在那边 好浓郁的能量 这是血灵活 血灵活可不简单 五王镜以下的行为 可以顺利突破 只是对于五王镜高手 就没有效果了 消炎小兄弟 能不能卖给老夫两颗血灵活 密集多少 血灵活市面上价格最低都在十万 老夫就占小兄弟一点便宜 按照十万一颗的价格收购 不许花财量 真教 还有没有人要 十万一不好 你老手密要不要 这故事好登记 不要 雷琳实行密要不要 不要 这东西对我没用 送料 老子不是不甘小手 黑暗深圆的事情结束 消炎等人连夜返回了学院 少主你终于回来了 这么料 在我离开追忌厅 是不是爱物是有造物门麻烦料 不是不是 是好消息 前几天青商会来人说 地猫拍卖行有精灵权拍卖 真理 你知道精灵权拍卖的价格是多少吗 我打听了 上次精灵权拍卖的价格是300万金币 单会往 刚才卖个人运帐谢灵符 加上最近这种时间的积蓄 也有五个网量 不够吗 老刘去打晕 院长你怎么来了 不最近取景 现在一定登记 这是头呼的灵符 谢灵符 小谷和天灵符差不多 可是我金币 你要多少 我给你多少 院长 你也太看得起我了 血灵符是好东西 可是我身上的金币 只够买两颗的 你确定你没钱 没有 那你有人是什么人 需要血灵符吗 院长 血灵符不但舞者服用有效 魔兽服用也有效果 我们可以去寿院 寿院的弟子最有钱 真理 小公子 我终于找到你了 你那为了 小公子 是楚墨少爷派我来的 明天就是舞者交流大会 楚墨少爷请你务必参加 无法真实对王了 物质到量 明天又时间地方 一定会过去 请您一定要过来 院长 你和那个楚墨很熟吗 不是啊 这么了 他就是个畜生 他真实的身份是大楚王国的太子 为了争权 不惜害死了亲妹妹 这次组织什么舞者交流大会 邀请了不少达官贵人 肯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 恨读达官贵人吗 那肯定很有急 那我是不是可以 间隙灵符买对他们 院长 这样不是间接帮助了楚墨 不好吧 你得 还是买对收运的弟子吧 今天太晚了 明天你带我过去一趟吧 没问题 可可不不周文呢 可可这几天都在图书馆 准备突破剧园镜五重 这么快 小妮子图书他 至于周文 这个家伙现在肯定在寿院呢 周文 老大你回来了 你来的真好 这些灵符在你们修里有防止 你们一人灵符 血灵符 这是什么 少主 这东西你还是卖掉吧 你现在不是挣缺钱吗 放心吧 木材里还有耗毒 都够了 那好吧 这狐狐一拿灵符去 肖大哥 你们三个这么早早物 有什么事吗 肖大哥 你送给我的血灵符似乎没有能量啊 这么肥 这这么肥事 你们真正 小家伙 是不是你干的 这下数据你吃了不少 肯定是你不足的 我天学人身上都是宝贝 人叫 人血 人具更都是好灯系 我最近群情 要不你设计的灯系 你让我拿去黄金 别别 我就不是烦给你的弄 luck 再说 还有你大剑血鱼草呢 你们里面 就能结出现灵符 你打一笔鲍子 真杀金ļ 你对我正决一局 这狐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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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狐狈 Cause people know 不行 要是非夸新了 付这个伍沿 不吃个一fai 必中 全就彻底抽了 不可以卖对别人 不可以卖对趣 虚母啊,小虎子你不能关目了 怎么样了老大 这些林布毕竟没有多颜料 你们先不要多颜料 那还能卖吗 别人不可以,咱可以买对虚母 肖大哥,你是要参加五者交流大会吗 带我一起吧 我这次去不是得罪人的 你确定要和我一起吗 那我更要跟去看看了 我最喜欢看肖大哥装逼了